结婚对于一对男女来说是一辈子的大事 这是从恋爱到携手共度一生的转变 象征着爱情的成熟结果 夫妻双方为了更好的生活彼此相爱 是心灵和心事上的结合 男人也应该对自己的老婆好 因为女人在嫁人之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被父母宠爱 如果和男人结婚了 在婆家要抢着干活 照料好一个家 从什么都不会到什么都会 尤其是十月怀胎生孩子的苦 男人都不会的 如果男人还不对自己的老婆好 女人会感到伤心难过 久而久之就会不利于夫妻之间的和睦相处 而且夫妻这一生是要携手相伴的 爱一个人才会结婚 才会想着对她好 因为将心比心 一段感情的付出都是相互的 男人对老婆好 老婆也会对自己好 这样的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氛围 才能够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相信一个成熟的男人才会体谅老婆的不义 知道老婆为了自己和家庭付出多少 于是努力打拼事业 让老婆过上好日子 让老婆不用羡慕别人的家庭 所以男人们对自己的老婆好点吧 男人对老婆好 是一个家庭稳定的基本条件 为了自己的一生幸福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都应该对自己的老婆好 话说大家对自己的老婆好吗 你会把工资上交给老婆吗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